大家好,我是B雷 這次要分享的是 海洋堂 轉輪科技 驚奇三口市第27款 超人 首先跟各位說一下 如果你不是三口市的愛好者 如果你不是DC超人粉絲 那麼恭喜你 這個東西你可以不用買 也非常建議不要想嘗試 這款超人在當時展出揮模的時候 掀起了一番熱烈討論 是說三口的新品確實都是要隔一陣子才出下一款 所以飢渴難耐的玩家當然是要好好交流交流 然後雜誌上色圖 與配件也再一次熱烈討論 不僅僅是完全沒看到特效件 而且還有完全沒出現的布披風也在討論的範圍內 以及最後官圖釋出 價格與配件透明化 還有一個在鬼影的布披風 就有了高低起伏的論點 不少入門玩家 甚至是元老級的三口市愛好者 都不喜歡 或者不習慣三口做的披風玩具 因為太難把玩了 而最後呈現出來的布披風 又讓人覺得 實之無味 氣之可惜 最奇怪的是把所有配件都放在替換頭上面 用一個可動眼可以省去四顆頭的成本 硬是要搞成這種無聊的模樣 真的無法理解這次超人的配件決定 是哪一個宇宙的傷口想出來的 拜託來一個奇異博士 把我們原本的傷口拉回這個宇宙好嗎 配件部分 一如既往的紙一孔地台 支架與夾子 這次多附一個類似Figma的斜角度轉接頭 但是這次支架孔是開在靠近披風接點的位置 整體來說不實用 不如開在後腰或者臀部還比較有效果 頭雕共五顆 正式上看 左看右看 雷射眼預備表情 只要開兩個頭模加眼球兩顆 就可以省成本的方式 硬是要用這種換頭湊配件只能說 傷口與時俱進的道路是不是走歪了 手型共五隊 平手抓握手 放鬆手 握拳手各一隊 外加左手握持 右手指向手 握持手的用意不明 個人理解可以抓握布披風的微妙用途 五隊造型手的插孔都是正中央 沒有特色或者是說沒有奇葩的孔位 淺顯易懂 塑膠披風用的背部 有左右兩個飄逸的造型分件 以及用來呈現高速飛行拉扯時的左右硬披風 布披風的背部就純粹是作為替換以及抓住披風開口的設計 邊緣都有埋白色包膠鐵絲 能凹造型是好事 不過網內縫的寬度太寬 而且布料太厚導致像一大塊棉被 搭配起來的造型觀感是挺差的 但念在四海洋堂第一款使用布披風的情況下 勉勉強強能用 但不是一定要用 只是拿這塊布當賣點只能說走錯路了 不如給我們特效件加塑膠披風 走自己習慣的披風把玩路線 剩下的就是讓玩家自己找第三方披風來搭 反正市面上各種選擇也不差這一塊 再來輪到可動部分 頭部是小的啞鈴球關節 頸部是大的啞鈴球關節 向上的話如果沒有裝披風的卡扣 向上的話跟往後是可以到達一個 超過 直角的一個造型 那向下的話呢 他的頭跟脖子這邊乾涉比較大 主要是喉嚨這一塊以及他頭髮分件的那個橫桿 會稍微有點乾涉 所以基本上要靠脖子下面的啞鈴球關節做個調整 那這樣下巴是能勉強碰到他的胸口 那當然 雅嚨球這裡做個改造 把他的肉稍微消除一點 是可以比較有往前的效果 但實際裝上去之後呢 大概就是剛剛所說的 主要是喉嚨這裡 跟他臉部這裡的一個乾涉 以及這一塊 頭髮 頭髮的拉桿他會抵住 所以這裡也是造成他這裡沒辦法再往前的一個 主要原因喔 再來肩膀 是8mm的阻尼球 然後這裡肩胛骨這裡 也是有一個前後活動 那麼這次的密合是比較 縫隙比較小的 不像前面的還能稍微往外拉 這一次就不要給我往外拉了 他裡面是空心蘑菇頭 所以你敢往外拉 可能就有機率斷給你看 那你要修復的話 也一樣自己再去找方法 打妝啊 有的沒的再去學 那這次 肩膀裡面是有做一個 塑膠球窩 跟他的胸腰腹 這一種 一樣的額外球窩零件 保持力度是有 比較扎實 比較穩的 一樣有二頭肌 磁心的關節 這裡 手肘一樣是 8mm的 阻尼球 所以這次超人的素體就基本上是從阿卡漢來講 我們就給他算一個2.0的肌肉素體吧 多了大臂的二頭肌旋轉 然後穩定性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 從 大腿斜切到膝蓋 就會覺得比較脆弱的一點點 那手臂呢 下臂是沒有像歐爾麥特有一個 切開的一個旋轉角度 可以去體現他不同的幅度 這是稍微可惜的 然後手腕呢 跟他的護甲是一體成型 坐在裡面的 那他這裡是一個6mm的阻尼 有防脫落環 角度不算大 但是就是一般夠用 稍微往外 那你也可以慢慢的給他拉出來 來增加他的這個軸 可以活動的空間 胸腹部都是球形關節 那上面的是感覺比較包的比較紮實 比較緊一點 所以向上 向下 向下角度是不錯啦 那向後的話呢 稍微沒有那麼多 需要靠下腹部的Y字球關 給他做延後 那整體 兩段加起來的話 這個可動還是有傷口他的優勢存在的 腰帶 是一個分件 軟質的 酷叉 也是軟質的 大腿 球形關節 大腿斜切 空心蘑菇頭 角度都是一樣 基本上 手感都是這種 沒有特別卡 但就是 感覺特別 不是那麼安全 然後容易鬆 所以又需要用到後面的這個 加固的方法 會再教給各位 膝蓋 空心蘑菇頭 這次 小腿 的關節 做成了一個垃圾 對我來說 是個垃圾東西 只做前後的 擺動 加上一個軸的旋轉 等於你是旋轉這個 靴子 但是他就是前後擺動 那有人說可以拔開 換個方向 做個左右擺動 當然是沒問題 只是就是說我為何還要再特意拔這個關節去做 正常球關 或者是一個球 一個軸 或者是一個阻尼關節 都比你這個垃圾來的好 然後拔起來又有可能像他這樣 卡在裡面 腳踝部分是8mm阻尼球 上面一樣可以旋轉 鞋子一樣是球關 但是他這次 塞得非常緊 跟歐爾麥特相比的話 歐爾麥特是留了很大一個縫隙 那超人是把他塞得很裡面 那旋轉向上 角度不大 那他球窩太裡面了 所以向上 不能像 這種拉開的一個方式 一樣會卡住 向後 踮腳 OK 接地也沒什麼問題 腳趾呢 這裡做了一個凸起 會跟他 斜面的造型有干涉 那如果你很在意這個角度的話 可以把這個凸起 削平 就可以達到一個大概接近90度角 那可以再往下 至於小腿這個垃圾零件 至於小腿這個垃圾零件我不知道是怎麼想出來的 他只有單面可以做 擺動 那另外一面是一個 方形加 橢圓的一個結構 所以他這邊是要卡上去的 然後小腿呢 你注意看他的 裡面卡榫 凹槽 靠外側的話是這個圓弧狀 可以活動的地方 等於兩邊是對稱的 兩邊是對稱的這個零件 那他沒有分LR 是可以兩邊 你拆掉可以互換替用沒關係 所以你這一塊設計成這樣我是覺得 傷口你怎麼了 傷口你沒事吧 有了 這樣才能卡進去 這個設計我是覺得有點無言 再來我們看看 塑膠披風的這個 卡榫跟他的關節 首先兩個飄起來的這個 領子造型呢是4MM的 4MM那你要小心要把的話呢 他可能容易分屍 再來 連接兩個硬披風的 是6MM阻尼 沒有防脫落環 他是一個L型連接 所以可以 側擺 然後前後翻 以及整個 大範圍的 大範圍的旋轉 但是他的側邊 這邊的外角 非常銳利 所以你要把他掀起來的時候 有可能會秤到 本體的這個 非常漂亮的金屬藍 或者是什麼 珠光藍之類的 這個漆面很容易 就會跟他有碰撞 所以你在把玩 披風的時候建議是 最後再把這兩塊裝上去 擺POSE 前面POSE定位 塑膠披風 最後插上去 那其實塑膠披風 用露眼看他會有帶一點 珍珠的反光色澤 這個相機可能沒辦法很好的呈現 如果有買的話其實露眼是有 看出來他有一點漸變的那種珍珠色 還蠻漂亮的 老實說 那麼最後 看一下這一個 右邊大腿這裡 這是我自己在拆解的時候 弄出的一個刮痕 他裡面呢算是一個 藍色的塑料顏色 所以外面這一層 不管是不是金屬漆 或者是他的這種 珍珠漆透明漆之類的 覆蓋上去 那你說會不會出油 我不敢保證 因為已經有一陣子 傷垮好像不會特別回復一些 閑雜人的問題 所以我有特別問了一下 但是他不瞄我 那也沒關係 我們就是靜觀時間的這個 變化 看看他的漆面 會不會真的出什麼問題 這邊我來跟各位說一下 假如你的大腿空心蘑菇 跟膝蓋的空心蘑菇 有點鬆 你想加固的話 有兩種方法 一 就是之前阿可岸騎士教過的墊片 但是如果你這個黑色的 圓柱形 跟這個大腿這裡分離的話 現在這個情況你是很難把它 從這裡拆下來的 那麼暴力拆下來的話 空心蘑菇頭也有可能會斷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先保持這個樣子 再來我們觀察他這個凹槽 會有一個凸孔 那麼我的凸孔已經把它切掉了 不給他做定位了 這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用這個黑色的原裝 當做一個 新的 活動卡榫 那這時候我們要把它黑色跟空心蘑菇頭 做一個黏死 可以的話就黏死 這樣他 可以成為一個 實心的柱 之後再用這裡 裡面的肉 去當一個凹槽做旋轉 那假如你裝回去 會鬆的話 可以建議用一點 我是個人用衛生紙 加上快乾 稍微在他旁邊黏了一點 增加摩擦力 那衛生紙加快乾的話 黏住 穩固之後 他也比較難用手 去給他摳 除非你黏得太厚 需要用一點筆刀 美工刀 慢慢把它削薄 那我個人是覺得 手感還OK 雖然你們看起來會偏鬆 但是把玩的時候 還OK就行了 自己的手感自己去抓 這個鬆緊度 再來小腿的這個空心蘑菇頭一樣 會鬆 那如果你能夠正常拆開來 像這樣子的話 也是用衛生紙加快乾 去一層一層慢慢的黏 當然你想要快一點 用一大坨黏也沒關係 只是你後面要稍微給他 弄成適合的 大小 能夠塞回去他的小腿 膝蓋裡面 這樣才有辦法做一個正常活動 那如果目前 看起來是不規則形狀 你就要稍微去給他消薄 做一點修飾 再把它塞回去看看 但這時候 太厚的話 你塞回去 又要拔出來 可能就會有一些 斷裂的風險 這是要留意的 在稍微修飾過後 我們來試看看 能不能把它塞進去 看得出來是蠻緊的 活動起來是 需要花點力氣 稍微把它扭過去 這樣膝蓋就算是比較扎實一點了 那當然大腿方法也是 如同剛剛說的 衛生紙薄薄的 去給他慢慢黏 那因為你這裡都黏死的話 就不用在意他會不會轉動了 只需要靠這一塊 做轉動就好了 那你記得快乾還是要等他乾了 再擦回去 而不要還沒乾擦回去 然後你變成一整體的一個 黏死的一個角度 這樣可就GG了 那麼這次呢 稍微用了這種比較 嚴格的說法 去介紹這一款超人 整體來說 新台幣2200塊的東西 我不希望只有拿到 這麼一點點 或者是 這麼敷衍的一個作品 所以我只能說 前面開頭所說的 如果你不是三口式的粉絲 如果你不是超人粉絲 那你真的不用花這一筆錢 最後 感謝各位有耐心的收看 這次分享就不包含POSE級了 後面有在把玩出一些照片的話 我再另外分享一個POSE級給各位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並且 訂閱關注我以上四個社群 那麼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拜拜